广州三君子之一 中国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参与者王清盈 本月15日刑马出狱后 一直在广州家中休养 王清盈说 他出狱后还未完全获得自由 对于坐牢 王清盈说 本台曾报道 王清盈在狱中遭到非人虐待 对此王清盈告诉本台 入狱就是从摧残人的意志和践踏人的自尊开始的 在狱中 王清盈曾短暂绝试抗议两次 因抗议管教老头欺压过甚 而遭定料靠两次 一次三天 一次十二天 遭受管教老头欲罢辱骂和普通殴打则无以计数 王清盈还告诉本台 坐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现年34岁的王清盈 原为广东工业大学教师 多年来因与唐金灵等人推动宣传 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 屡操当局监控打压 2014年5月 王清盈被广州白云区警方 已涉嫌寻性滋事罪刑拘 同年6月 又被广州市检察院变更罪名 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 今年1月 广州市中级法院 以删颠罪判处王清盈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改案在今年6月1日 经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